随着高校开学季的到来 今天山东第一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的校园里 又恢复了往日的烟火器 今年开学季 学校允许家长陪同学生进校 不少家长直呼 终于可以到孩子的学校看看了 怎么样 换个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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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的孩子今年是大三 学的是临床医学专业 这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学校 刚才我们去了图书馆 还有咱们的药学园 感觉非常好 当作是我们把孩子送进医学院的一次 非常重要的一次留念吧 这两天山东省高校迎来开学季 作为省内首批开学的高校 时隔三年 山东第一科大学校园 重新对家长开放 我姐和我姐夫开私家车 然后送我到学校 一开始以为是家长不让进的 但是学校门口就 就有人员来指引我们 挥手让我们进来 到了指定的停车场 这是大二学生 王若霄和爸爸在学校餐厅吃的第一顿饭 他一直想尝一下我们餐厅怎么样 我爸比较喜欢吃面食 所以我比较给他推荐拌面 然后牛肉面之类的 与食堂的烟火器不同的是 在相隔不远的自习室里 灯火通明 坐无虚席 许多同学已经进入了学习状态 因为上学期的一些考试课程 调整了这些期 我们先把上学期的考试 先完成 医学院校实验教学的量是比较大的 我们一般的课程 实验教学占30%到50% 就是上学期的疫情影响 有一些实验的教学 受影响 这些调整一下 开学以后 我们的实验室已经准备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